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我们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中国新一届政府人士及机构改革 在为期8天左右的全国两会拍板定案了 那么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打破过去领导人指连两任的传统 接下第三任 如何解读对中国未来接班人选的改变意义 而相关人士任命安排又显示习近平大权在握 哪些思维 尤其对台系统也更换了新联孔 未来两岸互动交流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呢 此外我们知道因为严格防疫冲击的中国大陆经济 以及中国大陆在美中科技战之下 加上这几年中国大陆的强化监管政策 对产业发展一定的影响 习近平将持续单纲政策调整 或由新人来领政呢 会有哪些挑战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蔡文轩 来观察弹桃 非常欢迎蔡教授您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已经全数的人大委员通过了 我们看到这个票数就是没有人反对 或许可以显示肯定他过去十年来的领导政绩 不过更深层的意义会不会是在于权力稳固呢 因为毕竟他不是由全中国大陆人民直选向台湾这样 那新政府的一些重要人士安排 我也留意到几乎都获全数过关了 这显示站稳的习加班了 你怎么样来观察呢 当然像中国大陆这种威权国家的投票 他本来就是一个事先拟定好的一个表演 他没有实质上的反对上的一个权利 所以我想这个结果是不令人意外的 因为习近平他确实刚才如主持人所说 这几年透过一些反腐 还有一些恐怖的一种所谓政治上的清洗 所以大陆许多高官事实上 大部分是习近平提醒 人大代表或者是在相关一些委员 事实上也都担心事后 假设没有投赞成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麻烦或者被清洗的可能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一种非常典型 威权主义的一种投票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意义不大 但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这个意味着习近平他权力的一个巩固跟稳定 还有就是说他在中国的干部当中 我不能说他是得到所有干部的民心跟支持 但是至少他的权威是可以震慑住目前重要干部 那包括他自己的习家班 还有少数可能还有一些其他 不是那么嫡系的一个干部 大概都没有这个权力或这个胆量 去反抗习近平这样子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共有2952位的人民代表出席 在习近平票选他是否能够通过国家主席呢 还有国家军委主席 没有一张弃权票跟反对票的 那几个我们关注的人物像张右侠和卫东 也是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 并且有出席人大代表同意 出任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另外刚刚您有提到赵乐际呢 他是以全票2952票当选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那韩正也以全票当选国家副主席 这是几个重要人事的安排 的确是跟台湾的民主不太一样 那么中国大陆他们一再宣誓是 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这是很不一样的 那至于我们看到在新政的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其实在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召开前 就是在中共二十大去年召开之后呢 大家就猜测他应该没有意外的 会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果真呢一如外界的预期 那王沪宁在通过这项表决之后呢 他对外表示要确保政治立场跟方向 这个部分呢要跟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致 要发扬这个斗争精神 敢于发声加强团结 在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以台湾的观点 当然我们首先会关注就是 对台工作可能的做法 另外从副主席由他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兼任统战部长的石泰峰接任 若从这样子的方向跟人事任命安排来观察 未来加强对台统战工作是无庸置疑的 是吗 当然就是说王沪宁他进到这个政协 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 他事实上担负了一些对台理论 重新去拟定或者是重新去强化的这种工作 因为王沪宁本身过去就是一个学者出身 那在过去在胡锦涛或在江泽民时期 提出所谓三个代表或科学发展观 这大概都出自于王沪宁的手笔 那我认为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习近平会加强对台湾的 就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统战 或者是希望政策朝向统一的那一端 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 例如比较具体的谈判 这当然是他们的一个想法 但实际上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能够迎合 所谓中共所讲的新时期的新理论 就目前来讲 所谓一国两制跟九二共识 是从邓小平时期传下来的一个规则 或者是一个通关密语 那我想这两个概念不会被洋气 因为中共对台政策有一个延续性 但是面对习近平时期所要建立的 所谓解决对台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总体方案 还有所谓中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所谓顶层设计 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王富宁去进行新的一个理论的建构 就是说不是去洋气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 而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那我简单来说过去的对台工作 其实就是放在统战的架构下面去进行 那现在的对台工作事实上 中国是把它放在整个所谓中国所谓的民族复兴 或者说是中国的整体国家发展的大的框架 去检视对台工作 所以它上面有一个更多的一些帽子 或者更多的一些想法 或更多的概念 更多的组织架构去框设对台工作 所以我觉得王富宁他未来可能在理论上 或者是在对台的工作上 他会办一些比较实际的角色 那刚才主持人提到石泰峰 他事实上他过去也是习近平的亲信 但是他们曾经在中央党校的时候 事实上就认识了 然后事实上也都一直是习近平 他的一个算是新下班的低系 那由他去执掌政协工作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把习近平 对台的一个旨意去进行一个贯彻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很多相关干部 事实上是出自于福建这个地方 过去福建是一个政治上的低洼区 就是说很多干部 他其实来自于 例如说广东或者江苏或者东北 好像梁文宁那些地方 大部分是盛产高级干部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很多干部 大概福建从低洼区变成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干部 因为习近平在福建担任过领导职 所谓的敏系 这些干部 事实上他未来在对台工作上 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王沪宁还有石太峰 如果说以过去他们的资历 跟所担任的职务 还有所谓的共识的默契 未来大概这个大统战是无庸置疑的 可以这样来观察吗 我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一个 他们一个顶层的一个架构 在那里有很多帽子 那其实就我们台湾的理解 就觉得统一台湾就是他们的最终极的目的 不是吗 那理论再提出来可以去观察 可能做法会比较细腻不一样吗 还是要怎么样来看 比如说九二共识 现在民进党政府接受 就是当时有九二会谈 但是九二共识的意涵 我们的认知跟中国大陆所认定的又不太一样 包括现在国民党内部 可能对于九二共识的意涵 也许还会有一番的讨论吧 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指的是什么呢 王沪宁会提出 有别于九二共识不一样的说法吗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就是事实上台湾现在是把九二共识 给有点虚拟化 它就只是一个通关秘密 所以九二共识的内涵是什么 那我们先不要去讲 就是包括像国民党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把九二共识的内涵 就是故意把它模糊化这样子 那其实九二共识在大陆 那在中国那边事实上是有比较明确的定义的 我刚讲的王沪宁可能会有一个顶层设计 去看台湾问题 就是说他会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国崛起 还有美中台三边的互动去看台湾问题 那简单来说过去来讲 统一是中国一直不可去放弃的这个主张跟宣示 但是在现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要这么急速的去统一台湾 或者是把台湾当成一个旗帜 来跟美国进行一种对抗 或者是跟美国进行一些游戏这样子 来换取中国更大的一个国际的权利或地位 那我指的是就是说台湾 当然就大陆来看 收复台湾是他们的一个历史的使命 这是他们的看法 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放弃 但时机点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就是会看整个中国的一个大的发展格局 还有美中台三地的一个发展 等于说他这么急速的收复台湾 其实得到的只是一个比福建还小的一个地方 而且得到的是一群台湾急度反对中国的台湾民众 那这个对大陆的好处在哪里 或者说让台湾暂时先保留这个所谓实质的 现在的一个状况 如果说未来有更好的情况之后 再来进行下一步的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陆会去做整体的考量 所以这也难怪 这几年大家对于台海情势的升温 也不时会针对这个议题 有机会的话会跟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些单位 就会提问类似对台的是不是河童 和巫统 有没有这个犯台的时间表 当然中国大陆不会提出这个时间表 那整体来看中国大陆就是一个比较整体的思维 大环境的考量 我记得在多年前也听一些专家学者 或资深的媒体在观察 就是过去中国大陆不太喜欢两岸问题国际化 可是这几年的情势的转变呢 你看现在有可能会衡量整个国际局势 来看两岸的问题 他们会怎么样来处理 这是未来我们可以关注的至于 九二共识这个定义 中国大陆是相对在台湾 我们有不同的认定看法 中国大陆却是定义非常清楚 而且纳入他们的党章党纲 我想这个也许很多事情就是对台的工作是指做 不用说得太清楚 那这也许是我们未来要关注的焦点 是不是教授可以这样子来留意未来 我们两岸的互动交流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主持人归纳得非常好 就是说很多东西其实是做不说了 包括就是说 我估计武统对中国大陆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当然对台湾来讲也是个悲剧 战争绝对没有赢家 但是中国大陆基本上 就算他要合的话 他也是建立在军事统一 他基本上合战 就算是合他也是建立在战的基础上 他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思维 那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个人认为未来来讲 两岸局势事实上 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意外 插枪走火的话 事实上像大规模发生这种 军事对抗或者冲突的机会不会很大 那基本上今年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为了要进行 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新的那种经济建设 或者是两岸的融合 今年可能开始会有比较多交流一个契机 包括现在COVID-19也比较不是那么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在美中台三地的一种大的一个军事格局 还有地缘战略下就是要思考的 就是说台湾怎么样在两强 就美中之间去保留自己相对独立的国际地位 并且能够获得台湾最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跟利益 谈到交流 我再举最新的就是大家也可以观察 应该就是一个除了疫情趋缓之外 大交流 中国大陆是陆陆续续在展开 因为有多个退伍军人社团 已经号召500名黄埔军校校友 前往中国大陆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的活动 这个一题其实谈到军事这方面又相对的敏感 但是中国大陆也愿意开这个门 来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这是在我们的节目前半阶段 针对中国大陆之前为期八天左右的 全国政协人大两会 那么通过新一届的新的人士 包括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已经顺利接下第三任 而且党政军一体 可以说是全力一把抓 那在过去两任也是如此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我们中央研究院 政治学研究员蔡文轩教授 我们要来谈的是中国大陆的内政 其实也会攸关最近我们所看到 中国大陆的一些问题 即便刚才我们刚开始提到 就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包括中央人士的票选的通过 几乎是全数通过的 其实时间往前推 其实中国大陆这种所谓集权 领导或许是不会乱 但是中央集权会不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中国新界政府的施政可能会着重的一些面向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到底有什么样的思维呢 我们有看到媒体已经披露 可能会集中在像是科技啦 金融啦 或数据等等这方面的改革 那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也跟听众朋友稍微关心了一下 他们包括有一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设立啦 这些等等 还有把他们的一些机关的原额 也做了一些精简 不过教授你会怎么样来看 在这次新一届政府的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你觉得有哪些重点是可以来关注他未来 所要推动的面向呢 是刚才其实主持人已经提到很多宝贵的讯息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一个机构金融 我认为是一个另外一次所谓大部门机构改革的一个延续 那其实很多部门事实上去做了整并 就进行部分的一个强化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包括他对于科技创新的这种重视 例如说他建立了所谓的一个重组的科学技术部 那另外强化这方面的经费的一个博出 那因为在习近平时期一直强调 创新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 那我觉得他讲法在某种程度上 是有他的道理存在 那所以在中国未来要跟美国 或者在跟西方国家去竞争 国家国力的时候 这个创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才就联系到在一段节目所讲的这个台湾议题 那他也破大了对台湾对于奈米 或者是AI人工智慧 或者是信息网络科技人才的一个招募 给予更大的一个福利跟补贴 那这方面其实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对台湾政策 是放在这个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下去进行铺陈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到 未来中国5到10年的一个发展 另外也可以看到事实上 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对于这种证捐或者是金融观这方面的重视 因为这几年其实经过疫情波折之后 中国经济发展事实上是趋于疲软 那未来怎么去扩大内需 怎么强化经济上的发展 这其实是攸关着习近平未来的一个执政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习近平事实上在这一次的两会 他强调对于民营企业家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社会责任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部分 其实是比较漂亮的一个语言 事实上可以看到国家对民营企业的一个垄断 或者是控制 那所以强调说 国家必须要对民营企业家交朋友 然后拟起自己人这样子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他极力的发展像电子或者是汽车 或者这些产生 但是对于国家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 统治上危机的这个双面 例如像是网络 他事实上是给予冷处理 因为这个等于说 他对于在科技上进行所谓分额自知 对国家统治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大力去吸收 但是对于网络这种所谓 你可能变成独立王国 跟国家分享权力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网络上的像马云这些人 基本上腾讯 基本上这次完全没有被邀请 那最后事实上我觉得可以去看 他对于维稳的部分 包括去强化农村部的一个职责 还有对于老年年口的一个工作 还有对信访体系的强化 这事实上都是在维稳的思维下 例如老年人口 如果你不去处理的话 事实上就是会出现社会保险 或者是基层的动荡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经济的一个发展 还有创新 还有社会维稳 还是从这三大块 是要是可以看清楚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 是 非常谢谢教授 您的解析刚提到一些可能有危急国家安全的 像刚提到阿里巴巴腾讯 在前几年中国大陆有大力的整顿 那我们谈的面向可以从这个数据的拥有 所以他们也成立了国家数据局 另外就是维稳 其实我也非常的讶异 中国大陆的军费 多年来都是占蛮高的比例 但是维稳的经费也不少 那有关农村这方面 其实历年来 三农问题也都是老问题 老问题现在更浮现了 像刚才你提高龄化的社会 老龄化的社会 那么在前阵子 台湾媒体也有高度关注 就是白发运动 这个有关他们医保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社会的问题 也是中国大陆新界政府 或许他们所要面对去处理的 那是不是有挑战 也是后续我们可以再去观察的 好 那继续就看下来 谁会来负责这方面的问题的掌握跟处理的 那就是中国国务院总理 那么是由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李强出任 那么这是在去年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出炉之后 大家就认为是他果然一如外界预期 但是如果以过去十年 习近平跟刚卸任的李克强总理的搭档组合 虽然是各司其职 但是我们又来进步比较 其实过去的领导人像胡锦涛跟温家宝 就有所谓的胡温体制 洗礼体制好像一刚开始的时候 外界在报道上也被提 后来就没有人提了 比较多的观察是 李克强跟习近平是不是出现较劲的依偎 不过这都成为过去式了 李克强已经卸任了 而且他讲了一些话 那么在推特也引起了大陆网民的关注 说你指的是谁呢 做什么事情 那国务院的这么多人这么辛苦 那也是感谢团队的 但是现在有新的团队 就是说李强出任国务院的总理 那也看到在第一场的记者会 也谈了一些在经济方面的 有人是说李强在中国大陆的动态防疫清零 做得很好 不过也有另外观察 在地方的经济方面 他也有他的一套 不晓得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 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洗礼体制 是李强 那这个洗礼体制如果再被提起来表示说 李强果真的会有他施展的重要性跟可能的权利 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对 李强跟李克强虽然只差一个字 但是他们专场差蛮多的 那其实从过去来看的话 国务院总理至少从李鹏 朱镕基 温家宝 或者是李克强 大部分是经济出身的官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党中央负责国家的外交军事 或者是党务 那国务院负责经济 这个是很清楚的 但是李强事实上 他跟习近平 那是好像在浙江 当当时好像浙江省委秘书长 然后跟习近平认识 所以李强事实上他在金融这一块的 一个专业程度 是比之前的那些前任总书记 是差很多 至少在专业上 但实际上就是另外去看 至少在过去 在这个所谓专场养成过程 事实上是差蛮多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所谓的习近体制 过去李克强跟习近平 事实上在于习近平 他对于这种所谓 正规经济学的这种治国模式 他实上是比较没有这么重视 事实上他是有点 像外国有些观察家 是这样批评习近平说 他认为他没有半点像样的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跟这种所谓 比较正统经济训练出身的李克强 他当然会在政策上 会有很多的旗舰 甚至到了后期 习近平透过像大型的领导小组 国家发改 那个小组整个增改小组 这些智能 他大幅稀释了国务院的 一个经济的决策权 所以到最后李克强事实上 他经济上的很多权力 也被习近平给夺去了 但李强我个人认为 他跟习近平的一个搭配 可能会比习近平跟李克强更好 我是说更有默契 因为李强本来就是习近平的一个 我们说他是马前卒 或者是一个属于侍从者 就是说他的一个派系人员 所以我认为李强他很大程度 事实上他的一个正式的决策权 会比过去的国务院总理更低 但是他甘于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李克强他是认为 我个人认为说 他认为习近平做的一些 经济上的策略是不对的 不对的话他要讲些话 讲些话事实上可能被习近平 谨慎或者是遭到一些提醒 所以他可能在过去这10年 做的不是非常愉快 特别是后面5年 但李强跟李克强不太一样是 他已经习惯听他老板的指挥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他李强他做的很像是 一些秘书做的工作 就是老板交代什么他就去做 不是说他是秘书 因为他确实是过去秘书长出身的 所以他也可能非常习惯 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习近平非常喜欢 这种所谓的幕僚人员或秘书人员 像李强或者辛薛祥这些 那这些幕僚或者是秘书人员 事实上他有个特性 就是政治的一个判断特别敏锐 然后他比较没有 专业上的一个坚持 事实上他们可能 在一些知识背景上 也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所以为老板的意见为意见 然后可以把老板的意见 用最为可行的方式 你出方案去实践 那习近平就喜欢这种人 所以他不要太那种 在专业上跟你整天唱反对 跟你说这不对那个不对的人 所以我觉得李强会比李克强 跟习近平更为match 可是我要强调的是说 这是在牺牲掉专业主义的前提之下 李强可能就是习近平的一个 类似像是秘书人员的一种角色 这样子 就是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那相对过去李克强 是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 最弱势的总理 不是因为他的专业不OK 是因为习近平后来设了很多的小组 政策的推动来弱化了国务院 他原本的职责是涨经济的 那未来就要看习近平 他会怎么样来推动两岸的经贸的交流 因为在对于跟台湾的交流 其实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一些推动 所以这也是在台湾 我们要特别来关注 未来两岸的互动交流的部分 我想在今天 我们特别针对中国大陆全国两会 已经正式选出新一届的政府 那么关于重要的人事安排 还有一些机构调整 最重要是对台系统 未来做法可能会有哪些变化呢 在今天非常谢谢中央研究院 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蔡文轩教授非常专业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蔡教授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么针对在刚才 我们所探讨的焦点呢 中国大陆将组建国家数据局 台湾激进 今天呼吁政府面对外来威胁 要强硬数位发展部 应该具备数位国防能力 建议成立专则单位盘点 应对中国的数据通讯威胁 有关中国全国政协人大两会 目前所通过部分国家层面的机构改革 根据香港媒体 星岛之宝今天的报道 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文章当中是透露 真正重头戏是党的机构改革方案 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前 已经事先表示 中共二十大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做出重要部署 而这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 进一步关注跟解析 另外有关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工作 会进行所谓的大交流 有可能也是统战的一种做法 事实上这是老问题的 不过有立委反应民众陈勤 中国大陆广播电台 对台湾盖台渗透统战的情况 对此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主委陈耀祥 今天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中国对台湾广播的情况 是长期存在的 对于中国广播的部分 原则上都是采技术控制 也就是对中国大陆电台盖台 前几年李岛也有这样的情况 而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练习立法院备巡 有立委也关注这样的焦点 他表示政府会加强硬处 做好违规裁罚 也请陆委会跟相关单位 一起努力 让中国统战广播 能够有很好的管控 而陆会主委邱太三指出 从民国108年到现在 国内电台违法播送所谓的 大陆未知节目 也就是违反了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7条了 也已经裁罚有8件 邱太三说中国统战广播 另一个模式 功率很强盖过台湾的电台 他说过去在金门马祖 政府委托了汉声广播 所以福建地区也常常会收听到台湾的汉声广播 针对台湾本岛要怎么处理 也会跟NCC述发布研议反制措施 至于在美中军事较近 五角大厦今天公布 2024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细节总格 8400亿美元是史上最高 美国国防副部长西克斯在记者会上说 预算案反映美方严肃看待和中国竞争 致力吓阻北京未来数十年发动侵略 不过有记者在会上质疑 中共2023年军费预算编列 人民币一兆5537亿元 预算增幅7.2% 为何美国新年度增幅只有3.2% 西克斯强调重点是作战结果 不是投入多少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黄历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资会